乌克兰情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半岛 也影响到投资人的信心 美股盘后期货电子盘率先反应重挫 预告今晚美股开盘将有不小的卖压 导致日韩股市间早盘大跌 台股也一度重挫 近百点 8600点再度失手 那是在盘面上呢 以汽车 水泥 玻璃 还有金融类股跌势较重 另外台数集团表现弱势 也是拖累大盘的主要原因 相对的 股王大力光 股后汉维科今天持续上工 它让太阳能族群呢 以及工具机族群走强 联手缩减了大盘的碟势 而国科会呢 今天正式升格为科技部 今天接牌成立了 那第一任科技部长张善震指出 将会成立产业界资议会 以及学术界资议会 来加强产官学的三边沟通 请接牌 科技部三号正式接牌 张善震也正式走马上任 担任科技部长 他强调科技部的目标 要聚焦在预算和人才上的运用 并强调要组织产业界资议会 和学术界资议会 加强三边沟通 除了协助其他的部会 做技术省以外 有没有科技部自己的政策 当然会有 等这两个资议会成立以后 我们会谈出 我现在大概是希望说 大概一个月左右 会有一个雏形出来 张善震也强调科技部虽然成立 但并非要独揽所有的科技业务 也不会干涉其他部会的科技专案 未来要跟行政院科技汇报分工 主管审议各部会的科技专案可行性 我们有四个重点 人才 产学 这个鼓励尖端研究 跟科技和人文的协调 以后呢 这些科技资源的分配 优先次序 会由院长在科技汇报来拍板 我们科技部是协助部会 做技术的这个经济跟审查 宣示实证目标 强调要走访产业界人士 强化交流 新任科技部长张善震 上任第一天 充分展现自信 有点TV陈新闻罗正辉 台北报导